李牧丸与王林分别时伤心欲绝 他认为王林只是将自己当成了炼丹的工具人 当王林将斗鞋派的掌门谢东来彻底击杀之后 最高兴的莫过于木南木北两兄弟了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后 便同时俯首叩拜 对着王林所在的方向高声呼喊道 恭迎长将 上官莫见状也立刻跑到王林身旁 狐家虎威的附和道 恭喜师尊成为斗鞋派长将 而斗鞋派组成剑阵的十个长老在沉默了片刻后 也纷纷对着王林弯腰失礼 其意不言而喻 剩余的上万名弟子见长老们都已屈服 他们自然也开始高声恭迎 王林对于谢东来的死亡并未感到开心 反而是有一种无奈之谈 修真戒或许就是那么弱肉强食 若是他自己不找上门来 必会迎来斗鞋派无尽的袭杀 当然王林在修魔海的第一次立威也算是非常成功 让所有贪婪诸杀令的人 纷纷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紧接着王林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并只向上官莫说道 从今日起 你便是斗鞋派的掌门 上官莫文言一愣 本来想要辩驳几句话 结果看到王林眼中的寒芒后 心底一颤 只能答应了下来 又在数日之后 王林按照约定 将李慕婉送回了火坟盟 并且他还在李慕婉的魂血中留下了一丝神识 如此一来 便可确保原因期以下 无人能够伤到李慕婉 而李慕婉则是将这些年所炼制的丹药 全都交给了王林 王林接过丹药后 沉生说道 四年前我承诺保你安全 现在我已经做到了 从今以后 我们各不相欠 就此告别吧 说吧 王林身子漠然一动 便消失了踪影 只留下李慕婉待在了原地 李慕婉有些伤感地自语道 这些年他从未问过我的名字 我也丝毫不知他叫做什么 或许在他心里 我的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会炼丹吧 如今丹药炼完 我也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想到这里 李慕婉心底的复杂之色 渐渐转化为了刺心之痛 甚至还有一丝鲜血 从他的嘴角流下 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此刻一个叫做 凄美的词语 映现在了李慕婉的容颜之上 与此同时 王林已经躲进了天逆空间内 要知道朱沙令的期限是百日 在天逆空间多修炼几天便度过了 这也是当初他明知 万魔百日朱沙令的危险 还斩杀乾坤的原因 时间匆匆 王林在天逆空间内闭关打坐 外界很快便过去了百日 他头顶那个巨大的血色珠子也变得越来越淡 并彻底消失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拳头大小的灰色圆丹 出现在了王林面前 此丹内蕴含的灵力波动 是一个杰丹中期修饰的修为总和 不过王林没有立刻服下 他想要在日后杰英之时服下 那样将会提升成功的几率 毕竟杰英要比杰丹难得多 然而当王林刚走出天逆空间 便有一位化神七的老者寻到了他的踪迹 而后老者冷声问道 马良 你可是掌握死咒术 王林思索了片刻后 只能点了点头 因为他能感到对方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杀气 随手便能拍死自己 老者看到王林的反应后又说道 小友 老夫不会伤你 只是希望你能随老夫前往一地 事后会送你一粒化地丹 王林文言心头一颤 此丹的价值极其珍贵 可以提高结丹期的一个境界 不过王林又感到非常疑惑 凭借对方的修为 完全可以在自己身上设下禁止 凭此要挟自己 听命于他 完全没有必要以商量的语气来进行交谈 所以王林认为此事必有蹊跷 于是摇了摇头说道 一颗化地丹 恐怕不够 老者冷声回应道 你想要什么 但说无妨 王林继续说道 我想要知道所要前往的地方有多危险 老者回应道 实不相瞒 就算是原因初期进入也是九死一生 只有到了后期假神境界 才能进入一探究竟 但也要万分小心 当然那里危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 各种法宝与丹药应有尽有 就连那传说中的鹰变丹 都有可能会找到一颗 至于你大可不必担心那里的危险 因为你掌握的死咒术 只是在某个环节有大用处 度过了那个环节 你若是不存有贪念 在原地等待片刻 就会被传送出去 王林听完这番话又思索了起来 认为老者所言 只能相信其中三分 老者见王林仍然有所迟疑 于是又说道 我看你应该是刚刚结丹不久 你若随我前往 我便立刻送你一枚利益丹 并且在那地方最终所得的宝物 我也会送你一件 关于利益丹 王林也曾经听李牧婉提起过 可以增加结音时的成功率 此丹药在三四级修真国度中 很难预见 其单方更是掌握在 五级修真国度手中